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展望 像比较出家师傅 道行比正常也经过很多 想比较而已 对 我都没看见 不是说像 放不下这有一期你讲的 道行 不是 他不是想踏踏实实的 坐在人的位置 慢慢去成道 还想屠杀放光 想在这个世界里 拥有更多 除了拥有明文力情以外 还想拥有明文力 还想拥有佛的神通 智慧 拥有的更多 他觉得更贪 虽然成佛是个欲望 没关系 刚开始我们七七六一 但是要察觉自己是不是贪乱 你在红尘里边那种贪乱一点没减 要眉睫 你只是看得更多 你更不满足 你只要看那种虚空的东西 佛果 贪佛果 你贪得不哪个话 你贪成梦怀泡影的 自己在头脑里面 设置 其实这样 这个问题不仍然到了其他的时空 你看得更多 你看得更大 你都不知道在看 是的 下成佛做作 下成就更大 只是想要 有时候连做人都错过 不踏实 要更虚 所以在家人 我觉得在情谊 物谊 不断地绝照自己 自己是不是走得紧紧的 每件事 每人事物里边 一走进来 马上这就是修炼的地方 一走进来 我们经常画动 这个是很容易看见的 但有的甚至是走得紧紧的 死死的 而且 这个就是你修炼的重点 这一块 走得紧的这个地方 你就没看到毕竟棚 另外呢 如果因为走进来 还起了贪成痴蔓影 那更不应该 就是绝照嘛 修这种绝照力 但是不一定 先不要转 你转不了 先绝照力 绝照 如如不同绝照 不要变成深刻 心里边这样晃动的 不要变成行为 先从这一点开始 先不伤害到别人 然后慢慢慢慢就 直接朝了那个 医疗到达的时候 就一次 两次 三次 十次 八次差不多 我觉得 就开始解开了 就好像没那么紧了 不是每件事一触 你就那么紧张 有时候是都习惯 等于马上就分别紧张 紧张 担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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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像前后 写习惯了 就是一种习惯性 在理想好多 还是头脑概念 应该怎么样 就要写这个程序 对啊 我们是非 我们跟电脑 计算是没有什么 对没有什么区别 还应该应该应该 就应该了 应该嘛 其实夜里 插着自己心里 一大脑一片空白 也没想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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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